沿着石子小径欣赏许多可爱的作品 这里的建筑不一样 充满怀旧又质朴的氛围 还记得金城武在电信广告中 悠然喝茶的画面吗 拍摄地就是在宜兰文学馆 这里以前是宜兰农校前校长宿舍 为了能建构一个兰雅文学的保存与创新基地 便将这里规划成为宜兰文学馆 园区低调又复古 并未大动土木 纯粹的日式建筑散发出老屋独特的风情 让人心情平和 馆内时常举办文学活动与讲座 喜欢文学老屋与悠闲的你 别忘了来一趟哦 我给你一趟了 都不过来的 就因为你这时是适应的 我对你一程不过来的 我还能帮着你 你一程不过来的 我回来的